5、4、3、2、1 英国在7月19日结束防疫限制 酒吧夜店涌现人潮 在民众重拾往日欢乐之际 各地却出现多件整次事件 受害者回报感觉被真错告 不久后就投昏或失去意识 怀疑是被偷偷注射镇定剂或药物 英国内政大臣巴特 已经要求警方提供最新报告 超过30所大学团体呼吁学生 暂时别商业店 知道店家可以加强保护措施 有学生表示他去夜店玩 却突然说不出话 站也站不稳 隔天在医院醒来 发现手上有一个证刺的痕迹 后来刺痕出现瘀青 抽痛 怀疑自己是被人注射药物 错神秘症错犯 为英国民众的解封心生活带来恐慌 英国近期单日确诊病例持续走高 截至周五 英国已经连续两天 新增确诊病例 位置在5万例左右的高位 据欧洲各国之首 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 发现越来越多 Delta变异株的 亚变异株AY42感染病例 已正式展开调查 外界犹新 英国疫情恐进一步恶化 将迫使英国政府 采取更严苛的封锁措施 但是英国首相强生 仍信心满满表示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强诊强调 不会实施封锁措施 但呼吁民众 应该尽快接种加强针 尤其是50岁以上的群众 尽管病例激增 英国政府仍坚持实施 与病毒共存策略 在亚洲的南韩 也准备采取同样策略 南韩防疫当局周六数据显示 完成新冠疫苗完整接种者 为3594万5342人 占总人口的70% 当局已在研讨从11月起 解除餐厅等营业 操作的营业时间限制 南韩当局表示 从7月窜前第四波本土疫情 现在已经有走缓趋势 南韩政府已表示 预计达成七成覆盖率的目标后 南韩将逐步放缓防疫措施 与疫情共存 当局不强求零确诊 防疫重点将是避免重症 与降低死亡率 不过同在亚洲地区的中国 仍然继续奉行紧密追踪 和检测的清理防疫政策 陕西省不久前 才有自驾旅行团游客 现后染疫 现在又有另一个旅行团 也出现集体感染状况 甘肃省23日通报 新增17起确诊 其中12例是云南旅行团的成员 包括64岁至83岁的高龄游客 旅行团的导游 与两名司机也宣告确诊 目前同团20人 已有16人染疫 为防毒疫情 近日中国多地 一气动施打加强针 安全方面没有过什么考虑 因为还是比较相信咱们国家 其他的没有任何考虑 一加强针应该就保护 我给国家添麻烦 所以我就自己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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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